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看个天道 看一点点境界 看不透 啥也不知道 天野 慧野 法野 这些看到一些境界都在某一个层面上的都没看到真相了 那我们学佛法 学到释迦牟尼的智慧了 那你肯定要看清楚 彻底的看宇宙之下 所以不能迷失在天野 慧野 法野里面 不迷失在那 因为肉眼也会迷失 我们现在已经迷失在肉眼里面 天野的局限性的 所以我刚刚有一段时间怕黑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去寺院拜唱 回来以后可能就是 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云果 第一次知道有六道轮回 然后晚上就会做梦 梦见好多比较悲惨的景象 然后也会梦中有佛号 有阿弥陀佛 但是还是有很多非常景象 在梦中我不会害怕 醒来之后就会害怕 那个时候刚好就看到 听到师父您的开示讲 就是这个黑暗跟光明 破黑暗像的 然后看了那个视频以后 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就是我一点一点 从那个恐惧里面走出来 是 你真的是早老三 总是苦难想 你就看看天道的快乐 看地月道 是吧 其实就是光明 光明还要破掉的话 你真的是 你看这个桌子上 本身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 恐惧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把那个灯泡 变成一个很圣人的 绿色的光 然后呢 全部把光吸了 就有个圣人的照下来 这个桌子也很恐怖 其实就是在光明里面 别断的各种幻境 师父 像我女儿 那种情况是叫入定 哪儿 就是这个女儿 就是自认 你给她出来发明 这个念恩 她就是 我在家里会放 这个心经 大辈子了 她特别喜欢听心经 然后她就盘着腿 这样闭着眼睛听 听着听着 她可以做了半个多小时了 为了说喊她一下 她就说 妈妈你把我吵醒了 我刚梦见佛湖上 我们家阳台来了好多佛 你现在跟我说嘛 嗯 然后像她这种情况 是叫入定吗 嗯 因为小孩子容易看到一些 跨维度的东西 她不一定入定 只是她很专注地看一些东西 嗯 嗯 因为小孩子有时候有意 有意去 看到你看不见了 她很 为什么 因为她本身就很定很单纯 她没有什么杂念 没有什么 不用太多的妄想 妄念 都少 她就坐在那儿 那个子力就够 她就停下来了 只要她一停下 一扭声 她看到阳台上有很多 她看不见的东西 她就用镜看 半个小时全在那儿看戏了 她看见了 哎 阳台上谁在那儿玩啊 她看见了什么 她就一直在那儿看 嗯 你也不能说她那个是入定 其实定态就是你心很清静很直 就是很清静很单纯的 也很容易进入 嗯 我们真的是想多了 嗯 你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对众生相格佛像啊 她是没有的 她说看到佛菩萨 佛菩萨对她是个概念 是吧 嗯 她对佛菩萨没太多了解的 但是对你就有啊 你觉得佛菩萨叫自在啊 佛菩萨慈悲啊 佛菩萨怎么怎么 你就有佛菩萨的慈悲相啊 人辱啊 佛菩萨的品质啊 各种相 嗯 佛菩萨的相 然后你觉得有凡夫相 嗯 她是没有的 她凡夫菩萨只是两个字啊 对她 你现在全是相啊 佛相 菩萨相 凡夫相 智慧相 构相 净相 等等 所以你觉得苦 你要解脱相 是吧 你觉得苦 她不觉得 所以她直接就定了 其实你这些相在影响你的定 嗯 但是你已经懂了 你走到今天 你已经懂了 所以你也需要修正来破 但你要破完了 你去利益众生 你就跟她不一样 因为她是单纯 她什么不知道 她说不出来 她这些就看见了 是吧 嗯 但是你是破进所有相 然后去度众生的 因为众生跟你一样 嗯 因为跟你一样的 众生是这样的 就像你这个年龄的众生 她一听闻 她就很多法相了 那你破完了 你再去度众生 众生就会觉得 哦 她跟你是一样的 你就知道怎么破了 但是小孩子 她就去教她的小孩子了 小孩子人家就没想那么多 你说破菩萨相 她说什么破菩萨相 我就没着想 嗯 是吧 我们也找一下破菩萨 是吧 全身心的去修 修定 去静下来 我们大家都现在 其实是在有意识层面 在听闻嘛 嗯 如如不动的 就是身体你看 一截一截 气脉也在一截一截的 然后再晃动 所以人的头脑意识都在 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定住 在多点上还是要睡 是 哪怕十分钟静下来 在还 분� Have 想够了 在地面 静下 星期间 勇者 那么 队оч , 还是 对 对 它 我们 里面 直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